谈点不同人拥有的作业数量 快来看看你属于哪种吧 呀 什么人 居然有这么多的作业 也太惨了吧 哼 这样是黑粉啊 那这作业打工啊 得再多来两本 诶 我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我这是替你们着想 希望你们多读书 然后有个好成绩 这样综合素质也就能提升 哎呀 怎么感觉还是有点不够 再多往外面放几圈吧 要不这个缝隙里也随便塞两本 嗯 可以可以 咳咳 你们可千万别嫌多 我都是为了你们好 这样你们就能全天都在写作业 不苦不闷不无聊啦 下一个是路人 路人的作业 让我来看看 一 二 三 整整满满的三层啊 这也太多了 不行不行 我得帮你们解决一点 亲手帮你们写 你们可千万别感动 我只是想着给你们减轻负担 你们还能有时间来看我的视频 说不定还能变成我的粉丝呢 哎呦妈呀 这作业可真难写 我手都痛了 行了 就这样吧 然后是点关注的 点关注的 这不就是我的粉丝吗 不是吧 这作业太多了 不行不行 我的粉丝怎么能这么辛苦 我得拿出我的传家神器了 那就是大斧头 用它来帮小粉丝们 一下子解决一本作业 能让他们烧险一点 就让他们烧险一点 看 一大半都没了 再让我们去看看下一个 这个是点赞评论 又给我点赞 又给我评论的粉丝 这作业有点少哦 只有一格多一点 还是不错的啦 不过为了感谢你们 来看我的视频 还给我点赞 那我肯定还要帮你们减少负担 再少几本 哎 这才对嘛 就给你们留四本作业吧 不对劲 写着写着 我都出不去了 天呐 谁来救救我 最后一个 是我的真爱粉 哦 什么 我的真爱粉 居然只有一本作业 这也太爽歪歪了吧 本来我想帮你们 把这一本作业 也要给写完 但是我又转念一想 哎 只有写了作业 我们才能越来越聪明 学到更多的知识 所以要不 我就不帮你们写作业 改家好友吧 你们觉得怎么样